好,接下来我们讲到中国 中国方面,恒大地产的负面似乎开始产生了转机 但是老师还是认为,这些地产商 共产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通膨 最大的根源是在于房地产 房地产越高,通膨数字也是越高 这两个是连带的关系 这个可以从美国看到 美国在进入大通膨之前 他的地产价格是先往上跳好几个阶段的 之前疫情结束之后,有人问老师说 现在是不是应该卖房 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涨了很多 他现在卖掉可以大赚一笔 老师只能跟他讲 你现在卖掉了,你会买不起 为什么?因为房地产一直往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美国地产一直往上涨 你现在卖掉 不会对你比较好 你宁愿租出去 对不对?等后面到了一个差不多的时候 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再把它卖掉 然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操作 现在去操作任何房地产都是很危险的状况 就像老师2019年,请各位不要操作房地产 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 没有人信 你就说你不要阻止我买房 我觉得买房最好投资 你不了解中国了 你这台湾人怎么了解中国了 中国你就是要买房 买房你越买越富有 我说你买你就死定了 你把线上手上的出清 你才是有好结果 对不对?到最后有些人出清了 他现在过得很宽裕 有些人现在手上卡一堆房子 准备断头 为什么?因为二手房是不能够贷款的 这个是不是很现实的事情 而美国现在释出了大量的美元 不断的流窜到世界各地 带动了全世界的通货膨胀 以及资金盘的活络性 硬生生的让全世界的贫富差距都加大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动摇国本的问题 这个是很严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现在的优势 还是在于成本竞争的优势 很多事情 欧美国家是无论多努力 在短期之内都无法改变的优势 讲个简单一点的 讲的说鞋子好了 比如说制鞋的产业 之前在中国 后来因为疫情 大家全部挑到了越南 难道美国的工人就不会做鞋子吗? 他就做不出这个Nike的鞋子吗? 对不对? 当然都可以的 是不是? 但是一双鞋 假设举例而言 鞋子我知道没有那么便宜 老是穿便宜的鞋子 但是大部分的小朋友都穿比较贵的 假设一双鞋是100块美金 100块美元 这个100块美元是基于在越南跟中国生产 你卖100块美元 他还有不错的利润 这个是一个现实状况 但是如果你把工厂搬回到美国去生产 那么这一双最少要卖300块美元 你才能够说 我这里面是有跟之前一样的利润 因为什么? 因为人工的成本跟他的厂站 跟电力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就算现在 他们必须远渡重洋半个地球 去在越南或是泰国 或者是中国这边去生产这一双鞋 那他再把他运回美国 他的利润都还比在美国生产来的高 这个是亚洲的工业生产的优势 而其他例如成衣 或是一些比较低端的配件 比如说衣服上面需要扣子拉链 这些东西 你当然是这么低价 那么廉价的商品 你在美国生产 一样做得出来 品质也可以说很好 但是他价格就是很贵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人工就是贵 对不对? 还有一些包含五金的工具 现在五金工具也涨得很严重 比如说台湾生产五金工具 也是有名的 中国也有一些五金工具的一些生产厂商 因为限电的问题 他们也没办法生产这么多 所以很多订单跑到台湾来 台湾现在的订单都排到明年年底 都还做不完 这代表是说 这些生产的东西 还是必须在亚工求代工跟生产 这些人不能跑到柬埔寨 或是其他的地方去 也比较难 因为其他的国家包含了 我们的中国 或者是越南 或者是泰国以外的工业力 是没有办法去跟他们相比的 这个是有差别的 那么如果房地产在受到欧美资金的炒作 无论是中国自有资本的一些资本家 或是外面去假借中国人头去炒这些地盘 这些房地产的一些市场 把这些价格炒高了 那么通膨的数字就会拉上去了 然后人工的成本也会提升 为什么 娶媳妇你要不要个婚房 对不对 我说不用 为什么 因为金益老师就跟我没有婚房 也跟我过了十几年了 对不对 也感谢他 好不好 这个一定会有个婚房 那婚房 如果你今天房地产炒太高 那么你这些打工人 他没有办法去供了起这个房的头期款 那么就怎么办 你就只能够去找一些更高的工作 那么这对于通货膨胀就会有坏处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更多钱去买这个房子 那么我的收入就要更高 我收入更高 那么是我东西要卖更贵 这些一连串一连串 一环扣一环的 所以说 房地产越高 你通货膨胀就会越高 这是一定的事情 那么通膨的数字既然往上去了 人工成本也往上去了 再搭配了美国现在的关税壁垒 那么中国的优势就会慢慢的消失 这样特朗普的关税战 对中国才会有效果 才能打击到中国 但是同样的 这个关税壁垒的一个工具 这个很简单一件事怎么样 两军对阵 我要伤敌一千 那美国用这高关税壁垒 希望伤中国一千 那么他得自损多少 有人说伤敌一圈自损800 这是错的 美国这关税壁垒 无论是对谁 无论对法国 对中国 对任何国家 他只要伤敌一千 自损就是5000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一个过去历史上可以看到 凡使用关税壁垒的 你是必败的一个战术 所以说中国打房 他也要限电 双管齐下 怎么样 让你美国买不够东西 各位要注意到 不是买不到 一定买得到 但是你买不够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电去生产 你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再去刺破房地产的泡沫 这样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中国争取到的时间 美国会因为短期的内忧跟外患 让自己兵困马乏 光处理国内的百姓不满 就让拜登就已经是够骚扰了 第二个是争取空间 他可以回过头来 安定飞涨的通膨 中国也是有通膨存在的 而且还蛮高的 让内部的循环 去优先到对外的贸易 让中国对原物料 他虽然可以在国外去大肆采购 无论是对中国采用农产品 对美国采用农产品 或是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或是澳洲的煤矿 或是世界各国所有资源 都买到中国去的没有问题 但是他是以中国境内的需求 为优先供给的话 那么这样子 百姓的负担就会小了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物质 是集中在中国产生的一个内循环 他并没有像鸦片战争一样 所有的东西卖到中国来 然后中国再把它用高价去买出去 让他白银外流 所以说这一次让中国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尽量买国外东西 这不打紧 原物料面子什么 我也可以暂时去不顾 但是我要让这些东西留在中国去使用 那么这样子一来一晚 百姓对原物料的什么样 他的这个采购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是国内需求也稳定了 这样百姓的负担就会开始小了 虽然短期之内中国的收入可能没有增加 甚至他们的经济可能会下降 但是一来一往房价降低了 我的负担低了 我不要去追赶不断上升的居住成本 那么相对的这些百姓就越来越富足了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老师收入 假设老师收入一个月5万 然后老师同学可能收入是20万 但是老师可能一个月只要付1万多块的房租 但是我同学他因为他才成功了 一个月收20万以上的一个收入 但是他他缴出去的房贷一个月可能就要10万 那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负担不一样 对不对 那就差很多 所以说当中国的提出成本没有这么大的障碍的时候 百姓的共同富裕才有机会 透过慢慢缓步的经济成长 让他们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不能达到 首先你就必须要控制房地产 中国这么大的土地 你的房屋的价格本来就不应该这么高 当你房屋如果这么高了 而且你不把它刺破的话 未来日本的经济泡沫的状况会重演在中国身上 当然日本不会再犯那个错误 所以说现在日本的房价是很受稳定的 中国也不能犯日本过去的错误 所以说他们现在房价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这是一个必要的事情 所以说这些事情对中国来讲 其实很多事情这些都在做 那这是不是中国所谓的大事情 其实刚刚讲到所有事情 对中国而言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这段大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下个月要发生的事情 发生什么 中国的十六大中全会 按照往例 习近平已经干了两任了 所以说在下个月的时候 理论上按照中共的交接的班子来看 下一个月就应该要大换届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应该要交出皇帝的宝座 成为太上皇,成为列祖列宗之一 但是现在这个局势 习近平理论上没有交棒的意愿 他个人理论上是不愿意交棒的 但是即使他一个人不交棒 那么其他人,包括李克强这些人 是不是应该也要换人了呢 假设这些人都换了 习近平手上他还有足够的兵马跟人才可以使用吗 这就是一个考验 那么第二个最关键的 你习近平要超越毛泽东跟邓小平的障碍 连任第三届 这可是创下共产党建国以来 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这样子的节骨眼 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让大家觉得你够这个资格可以连任下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有些评论家说 习近平提出的共同的富裕 就是他连任的筹码 老师认为一件事情 共同富裕这四个字 实在是没有足够让习近平连任的可能 因为按照共产党接班的模式 任何一个接班人 都是经过数十年的磨练 斗争 然后不断的互相陷害 然后最后才拿到基本的门票 比如说薄熙来 他到最后一刻才输给了习近平 所以任何一个人去接下习近平的皇帝宝座 基本上 他都可以把共同富裕的理念给做下去 因为这是共产党的一个想法 都会知道吗 创达理念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只能靠习近平 这件事情基本上其他人都可以做 怎么说呢 老师举个例子来看 就连邓小平时间到了 他也得让位 但是直到他死前都能够指挥现任的皇帝 持续改革 做一些他们的开放改革的路线 改革开放的路线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真的要做 是不是得习近平都无所谓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 总归习近平现在的功勋 我们不能说他没有政绩 例如什么 他已经应对了中美贸易战最艰难的时候 这个他真的做得不错 以及他消除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威胁 这个他也度过了 这个历史上应该还是可以积到他一笔 最后他也至少做到了全面小康的这件事情 所以说亲史上要不要留名 其实基本上他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但是你说要超越矛盾这两个老祖宗 习近平其实离他们还有好几条街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两个做的事情 是传到后面都还可以继续传送的 但习近平做的事情 只能说他善尽了现任皇帝的义务 但是他没有连任的必要条件 这个是没有满足的 共产党政党从来不讲什么 从来不讲情面或是慈悲 谁该上谁就上 谁该下你就该下 这个是集体决定的 当皇帝的那个人虽然权势朝天 但是你也得遵守游戏规则 否则天下大乱也是一句话的事情 当然共产党为了统治阶层的利益 他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所以说如果习近平提不出真正的功勋 你想再下一层再连任一任 那基本上比拜登不老糊涂还要难 那么在这里就比较有趣一点了 到底什么样的功勋 可以让习近平可以争取第三任呢 除了收台湾之外 习近平似乎没有更好的筹码 可以说服共产党的太上皇 或是其他的部署 让他继续连任的可能 为什么一定要得在习近平手上完成这件事情呢 这里面就要考量到一个问题 叫做时间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时间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要换届 那么新皇帝登基 他统在三军的磨合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新皇登基 没有一个一两年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妥善的驾驭好国家的机器 更不要说你去指挥军队这些将军的关键任务 所以一般上的习惯 都是新上任的这前两年 都是走前任的体制 这时候哪里可以看到 就可以从江泽民他让位给胡锦涛 但是还是持续的可以在中国政坛发挥指手画脚的影响力里面就可以看到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惯例 那么这个时间就会让两岸的局势跟国际的群势变得更加的复杂 因为多个一两年的磨合期 很多事情会产生的变化 例如美国会不会从现在的狗言残喘变成了恢复元气 然后从今变成一个美国大兵 或是欧洲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还是俄罗斯觉得我不要跟你中国新领导人合作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我自己要熊霸天下 有没有这个可能 很多事情都是在新皇登基的前两年 都会产生了很大的变数 那么在这个之后台湾问题就会变得非常难处理 这对于共产党内部的鹰派也是难以接受的 因为为什么鹰派这些老将军是老兵不死 只会慢慢凋零 有些事情这些老将军不会放弃 因为他们的避生的自愿 那么这对于新皇统治就是一个问题了 你在用兵用不熟的状况之下 你还要发动收台之战 这对他们来讲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如果中共不是指老虎 那么台湾也真的是要收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关键 那么问题来了 关键是习近平现在有没有足够的资源 来打下收台这一战 不要说他们军粮粮想够不够 粮食这个问题他们准备很久了 所以吃绝对是吃的够 但是用就不一定用的够了 尤其包含现在人员问题 在中国的确还有点紧迫 这个打仗是需要各种的补给 能源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油或者是电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战后 是否能够从顺利从其他国家继续的进口补给 比如说会能够继续进口天然气还是进口一些粮食 还是进口这些煤矿 这都不知道 还是会被抵制一段时间 但是你现在受到抵制 那么中国的严寒的气候 你就很难去度过 只靠伊朗跟俄罗斯的补给 是不是真的足够 这个也是一个问号 所以现在无论是对台湾或对习近平 我们两边都已经被逼上了悬崖边上 对于习近平而言 陈王败寇就在这30天以内 就要应该要有结果出来 而对台湾而言 美国现在是国力最弱的时候 需要大陆物资最高的时候 而台湾会不会被拜登交易出去 这个也很难说 因为为什么 因为阿富汗都能够被交易了 乌克兰正在被交易 那么为什么台湾不能将被交易呢 危机倒数30天 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未来不远的将来 我们可以度过一个很好的新年年节 大家都在和平中度过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呢